你这可不孝女 我要是孝顺 这会儿 坟头草都该三丈高了 我这人行医治病 收费贵得很 你也要点脸 别拿着你的身份来压我 你要我给云淑月治病 也不是不行 看在好歹都幸云的份上 将我娘的嫁妆 原原本本地还给我 让我带去林家 我就替你救人 你休想 云老夫人脱口而出 等对上安国公夫人那诡异的目光 才猛地反应过来 深吸口气说 你娘的嫁妆 是该给你和景元 可是你还没出嫁 而且那些嫁妆里面 有好些扑面田地 你也打理不好 景元还小 将来她取亲席绝 想走仕途 都须花小 你要是将你娘的嫁妆败了 将来景元怎么办呢 感情 你们云家是离了我娘的嫁妆 就活不了了 云景元是我娘的儿子 可他却还顶着你们云家的心 信的是你们云家的族谱 我娘的嫁妆是林家给的 怎么着 你们还惦记着用我娘的嫁妆 给你们云家养儿子 让你们云家子嗣 平步青云 没了我娘的嫁妆 你们就攻不起一个云景元了 你没学过误事 怎么能打理那些东西呢 能不能打理那是我的事情 我不会 还有舅母他们 舅母不会还有外公 再不计 我高价买两个人回来 签了死器 让他们打理 谁敢拿我的东西 我就打断她的腿 我娘的东西 我必须带走 你们要是不给 那你们就等着云淑月死了之后 云家一跟着陪葬 云家上下 担着谋害黄寺 害死黄子妃的罪名 丢官罢绝 说不定 还能来个边关十年游 留洗三千里呢 你别忘了 你也是云家人 我是啊 不过 我只要敢在你们 抄家灭族之前 把自己嫁出去 到时 我可就不是云家的人了 锦元呢 他你也不管了吗 我管他干什么呀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况且 他也没把我当姐姐 那种没良心的小白眼狼 送你们云家 跟你们作伴正好 你 你 云老夫人不敢去赌 也赌不起 他脑子里急速转着 对着云素音 多夺逼人 双眼一闭 就直接晕过去了 老夫人 我劝你还是自己 醒过来的好 否则待会儿 我替你扎针的时候 要是不小心 扎错那么两个地方 你这一倒 可就再也起不来了 云老夫人的眼睫 颤了颤 却依旧装死 四皇子妃 咒诗黄四 云家一谋害清解 云老夫人 被他们刺激 伤心惊怒之下 中风在床 国公夫人 你觉得 这说辞怎么样啊 挺好的 这人老了呀 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惊怒之下中风 也属正常 你尽管失真 待会儿 我让人将他 抬回莫恩侯府去 我们安国公府 男儿全数战死 就剩我们几个女子 陛下想来 也不会为着一个 瘫痪了的 罪臣之家的告命 来寻我们的麻烦 云老夫人心中俱阵 猛的睁眼 对上他们满是嘲讽的目光时 狼狈至极 对上来的 感谢观看